财政部长纳杜斯利东姑扎鲁宣布 公积金局今天开始向已经申请公积金特别提款计划的会员 发放最多1万令吉的申请款项 东姑扎鲁表示 由于许多人在他的社交媒体账号要求政府提早发放款项 所以他在和当局讨论之后 最终决定提前两天发放特别提款计划的款项 而不是原定的20号 所以从今开始公积金局会员将会陆续收到所申请的款项 并且会汇入会员的注册银行账户当中 公积金特别提款计划已经是在本月1号开放让会员申请 本月底之前会员依然是可以上到公积金局的官网做出申请 或者是上到特色网站查询申请详情 今天可能会计划还会让我做一篇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